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欧翔美国房产咨询 我是邱瑞 今天这套房是在 Frisco的Lebanon和 Lebanon和Priston这两条路的交界路口 这是一套标准的投资房 而且房子状态极好 2000年的房子 四个bedroom 两个bassroom是2389尺 院子是8700尺 旁边就是传说中比较牛的高中 Lebanon Trail 这套房35万一尺是147块钱 这个价格是只能说合理 不便宜也不贵 从这个角度看以为是一层的 实际上他楼上是有game room 就是当时在建造的时候他自己家的 我们看进门的采光可以看到 左侧有一扇树的这个窗户 顶上面有 然后他整个窗户外面都做了这个黑色的沙网 这样呢可以降低能耗 降低空调能耗 外面也是有前院浇水的 然后这Gutter 从上面往下 这个衣水这边少了一些 这个侧面 这个侧面好像没有 对 所以说这个就要花钱装了 这一圈Gutter大概2000来块钱 好进来之后 我们会看到层高 躺高不错 从这感觉是一个两层的房子 实际上楼上 我刚刚说的只有game room 这个灯就是所谓的原厂的灯 不是家装的 最普通的灯 这些灯也都是原厂的 那这套房子好在哪儿 这个瓷砖也是最便宜的瓷砖 但是它的地板 这个地毯也是最便宜的地毯 但是它这个 木地板 是后面装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就整体的品质 这些都是最便宜的 这些是最便宜的 但是就在木地板之前 这边是一个 正餐厅 还可以挂一个画 然后这边是 入户的一个书房 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卧室吧 应该实际上是一个 是一个卧室 但是你可以把它改成书房 它做成双上门 面朝前要 然后这边呢 走过来之后呢 这还有两个卧室 从这进去的 还有两个 我这套房子就是吸空调的 就进气这块 一共有三个进气的口 这是一个 Full Bus 是给两个客位用的 而且也比较靠外 这边一个客位 这边一个客位 也是朝前院 这边是朝侧面 朝侧面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地板 你大概得碰到一下厚度和品质 进来餐厅背后左侧呢 是一个厨房 但是我们会看到餐厅和厨房中间 它没有门 有些正餐厅和厨房中间有门 所以说它得罩 那这个门它放什么呢 相当于放冰箱 所以它冰箱的位置放在这儿 冰箱和储物间 再好一点的房子呢 可以把这个再大 就是再宽一些 再新一点的房子 都是合理的 大约十分 台面 然后这套房子 它的那个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也会考虑就是 什么是用的 是新的 但虽然没多少钱 说明屋主它的 就是说 它是真的很想卖 而且它很尊重客户 你看它这个 换点是新的 微波炉 烤箱是这样的 洗碗机反正是半心不就 但是这三辆啊 这几样一定不是说 2000年的时候买的 这应该至少 2010年之后 从新旧成都上来想 然后它这个柜子 当时你去建造的时候 建造房 它的柜子会有几种 这个是比较 这属于中档的吧 就是它的柜门 可以看到木纹 可以看到是完全是石木的 不是贴片的呀 那种 中间这到这边 你看 这是有一个专门放红酒的 做的也不错 这边是早餐厅 灯也是 这个以前最便宜的灯 然后这两块 这两块玻璃 是后面 后期加装的 好 这边就是客厅了 大条高 客厅铺都是 木地板 所以说它这个木地板 是从客厅铺完铺到这儿 然后就是 那个两个客卧的走廊 然后再加一个餐厅 剩下的地方全部铺到还是地毯 这是最便宜的地毯 这是洗衣房 然后这边就是主卧了 主卧的层高采光都OK 但是主卧你看 只有一个空桥出入口 就说明 从我们从这套房子地毯 和这个一些细节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当时的屋主 就买这套房子的时候不是那么讲究 你看包括这个灯也是 然后后面那个地板是全都是加装的 全都是加装的 好 这是 洗手间 带按摩浴缸 然后这边是一个站立室的 站立室洗澡间比较小 大家可以看到 就只有刚好一个人 也没有放东西的地方 然后厕所 这块没有门 没有门 好 这就是主卧 然后衣帽间是在被 出来之后呢 主卧和洗衣房连在一起 这也有点问题 但怎么办 位置好吧 位置好战胜一切 是吧 主卧 你看这边是 主卧的门 这是洗衣房的门 这是就是到二楼 然后这边就是车库 这是一个双车位的车库 双车位的车库 所以好我们 来看一下二楼 二楼实际上就只有game room 好 这个是要加钱的啊 这个快人铁栏杆 然后石木把手 这个是加钱的 好 好 上来之后就是一个game room 剩下 就什么都没有 整个房子大家觉得 采光一般 整套房子采光一般 位置好 好租 秒租 这是他们家的后院 你看邻居家后院 哎呦 还有 感觉像小庭院啊 这是两层的 你看也是对门旁边 换了那个最好的fans 但是他们家这边没换 所以他这 这间是应该给他们家 去拼的吧应该是 啪啪啪 啊这底下是喘了开始 好我们再从二楼看一下 这家这客厅是这样的 这边是入户一楼 啊这个门是那个空调 可以看到 空调管道 有些人喜欢买这种房子 还把那个什么家里一些家具啊 乱七八糟在这放改一下 实际上这 这个当储藏捐是不现实的 第一是温度太高 第二是实际上也不安全 好这就是 Fisco今天我们看这套投资房 我觉得就是 我也把缺点倒出来 但实际上它是对得起价格的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它的位置好 学区好 好出租 好卖 好更多信息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 欧翔US001 也可以登陆腾讯优酷YouTube 来搜索欧翔美国房产咨询 这是会知道 这个视频会放在投资标准的 这个投资方向里面 好感谢各位再见